我是真的想不明白啊 我给你们推荐这么好用的加热棒 而且价格这么实惠 你们居然都不考虑 还一直在问我啊 究竟还有什么鱼能够不用加热棒 也能抵挡住这么寒冷的冬天的 有没有这类鱼推荐的 我真的是有点心累啊 好吧 真拿你们没有办法啊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这里大大小小十几个鱼缸啊 看我养的哪些鱼啊 依然能够抵挡住这么寒冷的天气的 我给你们推荐一下啊 首先呢 前提条件要给你们讲清楚啊 我这里呢 是属于广东地区啊 今天这几天的温度啊 大概都在6到9度左右啊 而且呢 我这个窗户啊 也是一直都是关着的 室内呢 大概有个10度 11度这样子啊 我把我这些缸啊 没有用加热棒的 养的鱼的 还能活着的 的真实情况啊 给你们反馈一下啊 其实我最推荐的啊 就是不用加热棒 也能过冬的鱼啊 我就是感觉这批黑尾大钩啊 还是挺扛照的啊 这批黑尾大钩啊 跟我已经算是第二个年头一起过冬了啊 去年的时候最冷也是在啊 6到6度啊 5度左右 这他们也还活着好好的 而且一条鱼都没有损耗啊 养到今年 我感觉这批黑尾大钩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还有这个缸呢 这条青铜鼠啊 这条青铜鼠呢 也是同时期跟黑尾大钩一起养进来的 也是第二年啊 跟我一起过冬了 目前看来这条鱼的状态啊 还是挺不错的啊 还有呢 就是今年啊 这个刚新引入的一条鱼啊 是小猴飞狐啊 就是这条 看到没有 状态呢 不用我给大家多说了啊 它是属于冷水鱼啊 今年呢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不过这个缸啊 真的是啊 最近的天气也是比较冷啊 也懒得折腾啊 已经是有一个多月 没有刮枣 没有换水了 但是不影响啊 你看这些旁皮鱼活得好好的 还有这个缸呢 里面有这么三四条 这个虾虎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都好好的啊 还有呢 就是有几条小西丘啊 小西丘呢 应该也问题不大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状态也都挺好的 这里有一条 看到没有 其实这些鱼啊 都是可以的啊 接下来呢 就是这些观赏鱼了啊 这个斑马鱼啊 还是比较扛照的啊 这些鱼呢 也是跟了我有一年多了吧 今年也算是第二个年头啊 一起过冬了 这几条鱼呢 是当初放在这里啊 产卵的 但是至今啊 可能天气太冷了 一直没有产啊 但是看它的状态啊 已经是怀了很多暖了 估计回暖的时候 它会自动缠暖吧 我这也不管了啊 但是这个斑马鱼啊 确实是扛咒 大家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孔雀鱼了啊 这个孔雀鱼呢 其实我是最不能理解的啊 本该它是属于那种 不太抗寒的鱼啊 但是呢 被我养着啊 养着养着呢 发现它的抗寒能力啊 也是有所提升的 这些孔雀鱼啊 每年的冬天都会陪伴着我啊 已经是不到多少个年头了 不管是大鱼啊 大鱼 小鱼 或者是啊 半年以上啊 啊 一两个月的 都活得好好的 孔雀鱼呢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吧 看个人养啊 其实 灯科鱼呢 就是这些三角灯了 你看这个紫三角灯 今年也是第二个年头啊 跟我一起过冬了 今年看了一下它们的状态啊 也是挺不错的啊 没有问题啊 这么冷的天 它也能坚持得住啊 也开口吃食 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三角灯鱼啊 是可以的啊 这个叫紫三角灯 还有这个呢 就是金三角灯啊 我们也叫大三角灯啊 这批鱼跟我已经过了 今年应该是第三个冬天了吧 当时呢 好像有好几十条啊 三四十条 现在呢 只剩这么十几条啊 这批鱼确实是老了啊 老太隆中的时候 它的抗寒能力啊 包括什么的 也是有所减弱的啊 今年呢 陆续续啊 得了一些水煤啊 接下来就剩这么十几条了 但是这个金三角灯鱼啊 它过冬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早几年已经测试过了 还有今年新引入的这个黑莲灯啊 这个黑莲灯 目前来看呢 也是没有多大的问题的啊 状态呢 还很好啊 开口吃食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鱼呢 我也是第一次啊养 然后养它们过冬啊 也没有用加热棒 就目前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还有呢 就是今年新养的这些什么蓝兽啊 小金鱼啊 目前来看啊 也是没有啥问题啊 身上干干净净的 也没有白点什么的 是吧 还是挺不错的 我看到很多人啊 养蓝兽都是担心天冷了啊 要用加热棒 但是我这个钢啊 确实没用加热棒 其实加热棒我都给它准备好了 但是看它目前的状态啊 我测试一下啊 看它们能不能过冬啊 如果一旦产生意外的话 我会立马给它安排上加热棒的 确实这条鱼啊 还是挺漂亮的 又出意外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啊 刚才讲的那些鱼啊 其实状态都还好 是吧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闹心的啊 就是这批喷火灯啊 其实这批喷火灯呢 大家也有印象啊 今年呢也是第二年啊 跟我一起过冬了 也算是老员工了啊 但就在这几天啊 比较冷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一天挂掉一条啊 本来呢 这批鱼是有十条的 但是现在你看 活着的只有五条啊 不是说因为它们不能抗寒啊 就是这几天也不知道为啥的 就是为什么都不吃 你看每条鱼饿的都 肚子都瘪瘪的 一点油心都没有 其实呢 那状态还是可以的 大概率啊 是因为冷啊 这几天真的是太冷了 包括今年的冬天啊 今年的冬天 尤其恶劣啊 跟以往不一样啊 我自己已经是亲身体验到了 今天 今年的冬天 真的是特别冷啊 说实话啊 截至目前为止呢 已经不下有五个粉丝小伙伴 私信或者评论跟我说啊 他家里的鱼已经全部挂掉了 没有听我的劝导啊 这就有点可惜 不过是谁也想不到 今年的冬天啊 居然能这么冷 以往扛扛还能过去了 是吧 但是这个呢 天有不测风云 是吧 而且在这个节骨点上 你要想再去买鱼的话 真的是太难了 几乎就买不到鱼啊 因为很多商家呢 也不愿意强担风险 往往游寄过来给你的 可能就是一窝鱼汤的 这就有点可惜了啊 听我一劝吧 这个加热棒该给安排上 还是得安排上啊 谁也不想守着一个空缸过年 对吧 我用的这款加热棒呢 已经给大家放到我的评论区橱窗里面了 有需要的话 我感觉必须得去了解一下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 就这款加热棒 它能优惠实惠到什么程度呢 像我们4050 包括60的这种钢啊 这根加热棒呢 只需要50到60块 你想想 而且呢 这一个月的电费啊 也在40到50块左右吧 就这么一个区间啊 而且这个加热棒 它不是常年开的啊 就用冬天这么三四个月啊 是不是还是挺实惠的啊 而且这个价格啊 真的是挺良心的 该有的安全功能啊 都给你配齐了 你们放心大胆去用就行了 今年这个冬天啊 没有它是真的不行 而且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啊 到过几天大降温的时候 真的是有点不好说了啊